他从珠子百家中脱颖而出 一跃成为封建正统思想 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 但又有多少人知道 在这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 他又拥有着怎样的悲欢与离合 我是穆子鑫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我们都是在读中华家 上回说到 汉武帝八出百家独尊乳术 乳学由此引来了高光时刻 可是物极必反 盛极必衰 乳学有个重要的弱点 他只能治圣事 却治不了乱世 一到乱世 人们呢还有什么心思 管人一礼之心啊 活命才是最要紧的 东汉之后 三国两进南北朝 隋唐五代又是国 这段时间里 甚至还从印度来了个强敌 就是那个 可以大探人类生和死的佛教 这可是乱世的心灵解药啊 一对比 咱们只能讲人和理的乳学 就完全没有优势了嘛 于是渐渐的 乳学就被佛教取代了王者的地位 不断甩落 直到北宋 机会来了 北宋的时候 北方有个辽国 也说自己是中国的正统王朝 诶 这机会可不就来了吗 乳学可是解释正统性的专家啊 还记得乳学在这之前的发展吗 董忠书给乳学 按上了阴阳五行宇宙论的学说 乳学在汉朝变成为金学 已经是一种正知神学一般的存在了 不过这个玄乎乎的宇宙论 被送大的士大夫们 看作是外门邪道 要直接用它已经是不可能了 那边的佛教又那么强大 怎么办呢 其实早在唐朝晚期 就已经有人想过办法了 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玉 就曾提出过道统说 他的意思是 董忠书的路子其实早就走偏了 我们要回到孔孟这条路上来 韩玉这招高啊 人家是以毒攻毒 韩玉这就来了个以佛攻佛 你可要知道 道统这种一脉单纯的概念 可是从佛教来的呀 如果我们拨乱反正 接上孔孟这边的传统 也就能接上道统 道统再延续到政治的正统 嗯 没毛病 可是韩玉可是个性格刚烈的人啊 总爱跟君王唱反调 他的道统说 最终也没有得到朝廷的忠隆 终于到了宋朝 儒家学说在道统说的基础上 又经过了周敦仪 邵雍 张仔 陈浩 陈寅 和本宋五子的发展后 来到了南宋 朱熙的手上 这时候的乳学已经换了全新的面貌 被称为李学 因为主要是由陈浩 陈寅 朱熙三人发展的 所以也常被称为陈朱李学 相比较韩玉来说 二臣和朱熙就怪多了 他们提出金术正 所以金事物 只要咱用的是正道的学术 做得名正言顺的治理国家 终于 乳学换了个包装 又进入了庙堂 再次成为了官方的思想 到了元代 陈珠李学 甚至还成为了科举的考词 哦 等一下 我好像还没说 李学具体是啥 刚才说 李学是继承了孔梦这套路的 你还记得孟子是怎么说的吗 孟子认为 一切问题 都是心灵秩序的问题 只要你修身养性 就能得到人 也就能实现比 没错 就是这个修身养性 朱熙认为 要想实现天人合一 就得回到你自己的内心世界 像佛教那样 从内在去探索 除此之外 或许你还听过朱熙的一句话 存天理 免人欲 人的亲情用欲嘛 还是需要有约束的 要用人性中的天理来约束 但是你得注意 此时的天理 已经不再是孔子那时候说的 老天提倡的道德规范了 经过董仲书和朱熙的演绎 天理已经发展成为 具象的三纲五常 所以你看 朱熙的理学 也不只是纯粹的孔梦之道 他把荀子和董仲书 这边留下的礼教也给接上了 这时候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孔子的人和李 在经过了孟子 荀子 长到千年的风产之后 竟然在城中理学这 又达到了无缝对接 但是不得不说 理学自从成了官方思想 就连朱熙本人也把握不住了 本来朱熙说 理智要约束的 是那些过分的七情六欲 可是经过后人的演变 人们连一点正常的欲望 都不能有了 特别是到了明朝 你想想看 明朝商业发达 经济强盛 有钱人都想找得乐子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和上层阶级僵化的理智 有矛盾吗 是时候了 日益学又该崭新了 经过了陈宪章开启仙河 正落水发展完善 终于到了王阳明 及大城 发展出了至今还影响世人的心学 心学的重点就在这个心子 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各种研究 人啊理啊 天理啊 人心啊什么的吗 到了王阳明这 还讨论什么呀 直接给结论下定义 我心就是天理 我心就是世界 到了晚年 王阳明又从千死百难中 悟出了更深一层的思想 智良知 王阳明认为 人人都有良知 良知就是天理 关键就在于你智不智 只要你用行动去实践你的良知 用行动去证明你的灵魂 做到知情合一 言行一致 你就能跟天理无限接近 在辱学历史中 还没有人像王阳明这样 重视人心的自由 可是明朝后期 旷官单纯 整个朝铁乌烟瘴气 这套学说根本就入不了官家的眼 不过王阳明的这种向往自由的思想 还是鼓励了一大批士大夫走向民间 他们到处讲学 对底层的百姓说 人人都有良知 人人皆可遥顺 这种呼喊可觉醒了不少百姓 辱学又从庙藏回到了民间 从一种精神的力量 变成了深入社会的力量 虽然王阳明的心学 尝试开启了明治 但是吧 打开了又没完全打开 他的这套理论里 终究还是要扯一扯那所谓的天理 之后又经过了清朝 漫长的闭关锁国 带到后来的洋务运动 无需变法 但终究也只是无济于事 时间线 终于走到了二十世纪 陈都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 又加入了李大钊 鲁迅 胡适等知识分子 还有五四运动的千千万万个热血青年 整个中国社会 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自有中国历史以来 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运动 这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他们提倡民主和科学 追求个人的解放 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 人们的心灵秩序 才终于从天理的秩序中得到解放 我们这两期讲的都是儒家 但是到了新文化运动 儒家思想好像快要撑不住了 新文化运动中有句口号 打倒孔家殿 当时的人们就这么痛恨孔子的学说吗 孔家殿真的被打倒了吗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从孔子的人和理 到陈珠理学 到阳明星学 儒学的发展 其实是在慢慢向个人的心灵解放所倾斜的 只不过中间有走岔过路子 理智这一块变得越来越僵化 李大钊曾经写过 非抖击孔子 乃抖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业 可以看出来 他们想要达到的 并不是孔子的儒家 而是那些禁锢住人们思想和生活的 早已变了形的刚常名教 是那些鲁迅口中的吃人的礼教 所以从新闻思想解放的角度来看 新文化运动又何尝不是儒家自身发展的结果呢 就算革命初期 乳学一直被视作是迂腐的文化 但对于新中国的诞生与成长 又处处离不开儒家思想 毛泽东提出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中国共产党的优待俘虏 不就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人爱精神吗 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 不就是儒家的和而不同吗 就拿最基础的社保来看 这不就是儒家的大同理想中所谓观寡孤独废极者皆有所养吗 其实远不止这些 1989年 国际孔子文化节就开始在孔子的家乡屈腹举办 2010年的孔子文化周 还被联合国带到了法国巴黎 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 已经走遍了世界160多个国家地区 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 甚至是以孔子的生日来做维交事件 孔子的思想早就已经走出了中国 走向世界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点 回到先前时候最纯粹的原始乳学 孔子主要研究的还是我们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而治国理政只是其次 在早期儒家看来 只有先学会做人 才能修身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虽然孔子的脚步已经走得很远了 但人力理智性 温良公解让 这些道德准则 却一直在指导着我们的生活 孙老爱幼 孙师重道 那是我们从小就学习的儒家精华 王静的说 每年父亲节母亲节 我们对爸爸妈妈说的一句节日快乐 还有每次上课前 我们都要集体喊出的那句老是好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对儒家精神的传承吗 儒学的优秀精华 早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的整个社会 乃至全世界 而面对现在 这个科技和文化都飞速发展的社会 面对不断来袭的西方文化 也许儒家还需要有更新的面貌 去迎接挑战 而这次发展新儒学的使命 也许就得交给你我了 好了 最后我们一起来完整的履一履 儒家的发家史吧 最开始的上古到夏商时代 人们一直把天当作最高主在者 后来为了维持周王朝的统治 周公创造了周礼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天下礼崩月怀 这时候孔子出现了 提出了人和礼的关系 认为只有唤醒你内心的人 才能实现礼 再后来 孟子和荀子对于人的来源 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孟子认为 性本善 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修身养性 去实现人 然后才能遵循礼 而荀子认为 性本恶 需要用礼智 约束欲望 性有礼才有人 到了汉朝 董中书又在荀子这条路上 提出了一个强化版的礼 也就是三纲五常 同时还提出了庞大的 阴阳五行宇宙论 到这里 乳学变身为金学 终于进入了庙堂 之后有经过漫长的战乱 以及佛教的冲击 乳学一路走低 直到宋朝 人们才要重视起乳学 二纯和朱熙 接上了孔孟的人这条线 同时抛弃了玄乎乎的宇宙论 留下了代表理智的三纲五常 到这里 乳学变身为理学 孔子的人和理这两条路 终于又结合了 但是三纲五常却越来越僵化 乳学在明代王阳明的手里 又一次变身为心学 在他看来 我心就是天理 只要我们都去实践内心的良知 就能天人合一 可是这时候的人们 依旧被这所谓的天理束缚着 一直到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运动 人们的心灵思想 才终于得到了解放 而到了现代 乳学的精华 依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审脉里延续 至此 我们的儒家文化体终于成型了 看到这的你 是不是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呢 看来那曾经不知所云的儒家思想 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嘛 但是 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之精深 哪是我这短短几十分钟就能讲完的呢 最多这能算是一个入门的店角庄吧 你也可以把这当作是一个地图 按照你感兴趣的点去继续探索 相信未来的你知道的一定比我更多 鸠鸠老秦分六十只鱼猎 正长测而玉以内 终于成功崛起 建立了统一天下的大秦帝国 下一期 我将来带你去探索他们成功的秘籍 最后的三道快文快答 线索都买在上节课咯 第一题 曾三次担任季下徐宫校长的是谁呢 第二题 孔子开办思学 没人收多少学费 第三题 以下哪个不属于三干五常 孔子开办 你在哪个不属于三干五常 咱们摆查 刀摆 减百分之一 股两个不属于三干五常